本來就是這個經驗啊 留學就是這樣天天不應叫低低不領 然後你要自己想方向設法去解決問題啊 去找人去上網查資料去什麼的 你要想的是這樣啊 不是一直哭 哈囉大家好我是墨洋 今天想要和你們分享一個讓我陰影非常大 並對歐洲嚴重改觀的一個故事 那這是在幾個月前發生的 我在毫無預警的情況下被偷的只剩下護照 過了好幾天非常難要的時間 因為留學生要用的居留證也弄丟了 我花了非常多冤枉的錢和走一堆冤枉的路 到現在我都還是會夢到這個故事 也讓我對歐洲是非常失望 並更能知到台灣的美好 今年的5月4號是我22歲的生日 我在瑞士的學校蠻高的一段落 我決定自己報名參加全英文的半自助旅行團 然後到歐洲四個國家玩 分別是德國、捷克、奧地利跟松亞里 那半自助旅行團它的意思其實就是 除了交通和住宿之外 景點、行程、飲食、購物啊 這些行程都可以交給你自己去規劃 所以我有蠻多時間是自己一個人的 不一定的時間上車 國家到國家之間繁瑣的交通 就全部都交給旅行社處理就可以了 那我其實是很享受自己一個人的時光 只是我真的真的太小看歐洲的治安了 總之我本來是想要透過那一次的旅遊的回憶 作為一個特別的生日紀念 但是卻變成一連串的災難 然後這次的故事會有點長 我把所有的細節都說進去了 真的是惡夢一場 那事情的經過是這樣的 非常簡單、非常愚蠢 在從奧地利、維也納移動前往 匈蘭利、布達佩斯的爐上 我們整個團在中間停留了一站休息站 大概停留30分鐘滿久的 我付完錢上完廁所之後 我就在外面滑手機 到時候我們的團員和導遊都在我的旁邊 就是站著休息聊天 然後因為我不喜歡眼尾 我就一個人站在旁邊 那我的包包長這樣 它有兩層扣子 然後裡面還有一個拉鍊內袋 我當時就把我的錢包放在拉鍊內袋裡面 然後把拉鍊拿起來 在我的依稀記憶當中 有兩個吉普賽小孩在我的旁邊玩 他們打打鬧鬧鬧的 然後有時候跑過來 有時候跑過去 就是一直在我附近玩 那我就滑我的手機 我完全沒有當時的照片和影片 不過長相就大概類似 像我放的這張照片的 這張小孩差不多 那這張照片我待會會講到 過程就這麼簡單 我講完了 我完全沒有感受到我被偷 我也不知道他們是怎麼打開內袋 拉鍊拿到手的 就一切都在我滑手機的過程裡面就結束了 我就驅車前往匈牙利的第一個飯店住 當時我還完全沒有發現我的錢包不見了 我就很開心的走到自己的房間 想說 哇 房間好可愛 然後就開始拍房間的影片 在布達佩斯住的飯店 也太Q了吧 噗噗噗 Player 1 Player 2 所以在這個影片拍完之後 我就準備要再去街上逛逛 繼續我的旅程 去發覺匈牙利布達佩斯的美 那出門的時候鑰匙手機都有 但是就是怎麼樣都找不到我的錢包 雖然根本不可能 我還是把我的行李箱也全部都翻了一遍 房間 地上 床上 櫃子 浴室 就是全部都翻了一遍 但是 找不到 就是當時就喘得很急 然後心跳很快 我就用奔跑的跑去一樓櫃台大廳 然後問了導遊的房間號碼 然後再衝去導遊房間 然後急措這樣敲了幾聲 那我覺得導遊大概是看我整團 是年紀最小的一個女孩子 又是少數幾個自己一個人參團的人 然後他在知道我的護照還在的時候 他就鬆了一口氣 他就趕快打電話給巴士司機 然後照到你巴士司機已經下班 那歐盟規定的很嚴格 就是下班之後 他其實可以不需要再花時間跟力氣 去幫我開門 但是這司機就幫我開門 那就是找不到 那這個司機和這個導遊 跟這個旅行社已經合作很多年了 然後我就 我不會懷疑他們 然後導遊就說 OK 沒關係 你掉了什麼你還記得嗎 我就說 我所有的卡 我的金融卡 我的銀行卡 我的幾張瑞士要用的卡 還有我的現金 150歐元 就是全沒了 他就安撫我說 那沒關係 他150歐元其實並沒有很多 那你信用卡 現在立刻去停卡 然後你什麼都不會有損失 everything is fine 這個時候已經打亂了 我所有的計劃 當時我的旅行才走一半 我後面幾天大概估計 就是全部都泡湯了 當天是我的生日 我就是非常傷心 非常自責 不知所措 我是一個人 然後沒有任何的友伴 我不知道該向誰求助 然後網路上其實對這方面的資訊 並不是到超級多 我在行李箱還塞了50歐元的預備金 萬萬沒有想到 預備金是一個這麼這麼重要的東西 想要聯絡我的家人跟我朋友 但是因為歐洲跟台灣 有六個小時時差的關係 當時我是晚上 台灣是半夜 所以我的家人朋友大部分都睡了 但是總之好險我的男朋友還醒著 在很慌張的情況下 我又要去顧慮很多事情 像是譬如說 我很怕我的手機 因為打電話就把餘額用光了 那如果我之後打到沒有餘額 我沒有網路的話 我就更麻煩 然後我也沒有辦法加值 所以我就去和櫃台 一樓櫃台借電話 但是在網路查 都沒有配給海外在匈牙利的專線 後來好不容易找到電話 櫃台的那個貴哥卻告訴我說 你這個加886的播不出去喔這樣 匈牙利的人英文很差 匈牙利和任何一個歐洲的語言 都沒有任何關係 那他們也不太會歐洲語系的語言 更不要說是英文 就是 匈牙利的人英語程度是可想而知的糟糕 我就是一直道歉 然後一直說 不好意思可不可以再幫我打一次看看 我前前後後 其實請他撥了七八次電話吧 你們說如果你是那個貴哥的話 你說我煩不煩 我記得我光是要打通電話 我就站在櫃台 站了大概一兩個小時 隨後正好有幾個團員 就是陸陸續續做了市區觀光 然後回來飯店 然後就是也有打聽到我的狀況 大概有幾十個團員吧 他們都是阿姨叔叔的年紀了 那他們就是圍在大廳 因為聽我講完事情 他們就圍在大廳提我唱生日快樂歌 就很可惜沒有錄到 但是團上的印尼夫婦 菲律賓夫婦 加拿大的阿姨 華裔的夫婦 就是更主動說要給我五到十歐元的現金 那因為這是半支柱 如前面所貼的 就是伙食阿地鐵市去觀光的 這些開銷都還是要自己去解決 所以我真的是非常感謝他們 其中有一個印度阿姨 把今天他買了一條 我已經當作送我的生日禮物 他說他本來是要買給他女兒的 但是他希望我打起精神 他說這算是送給我的一個祝福 取消了信用卡 和得到船員的鼓勵之後 我似乎很落魄的回到房間 又打得通電話給我男朋友 我真的是非常後悔 又很自責 我為什麼要滑手機 我為什麼不多注意那兩個小孩子 我為什麼會掉錢 為什麼我要把卡全部放在錢包裡面 為你過去的不夠細心謹慎 而付出代價對不對 對 那你現在就要想了 我要怎麼樣去解決明天的問題 不是停留在過去的漩渦裡面阿 對 那這樣子你怎麼會進步呢 我要進步 那你不是一個一直想要進步的女生嗎 我是阿 那你就不要為了過去的幾千塊錢 在這邊想東想西 你要想的是 我明天要去哪裡玩 然後我明天要怎麼樣把布達貝斯玩得很好 你不要因為你自己掉了錢 然後你接下來四天你玩得很差 那你就真的是個白癡阿 你懂嗎 你懂嗎 你知道今天早上的時候 因為我有發現現實動彈 然後還有人說好被捕莫呀 可以自己一個人在國外 我那時候就想說 我其實有時候也很孤單 可是 可是 還蠻開心的 對啊 你看你成為別人的榜樣 然後你現在在這邊哭 不要用你的奢望哭 然後就有人來幫 你幫我好多 我很開心 謝謝 雖然我是你男朋友阿 但是你要想的是 留學本來就是這個經驗阿 留學就是想天天不飲覺 聽聽不臉 然後你要自己想辦法設法去解決問題阿 去找人 去上網查資料去什麼的 你要想的是這樣阿 不是一直哭 我的面膜都要敷乾了 後來不知道凌晨幾點了 我平敷一點之後 我男朋友就去睡了 剩下的錢其實小青的規劃 就是非常足夠 我回瑞士的機票已經買好了 但是誰知道最後才是更多一點串的折磨 睡了四個小時的隔天 我才意識到居留證掉了 是一件多嚴重的事情 護照上的學生簽證其實已經過期了 那沒有居留證 我就不能證明 我在歐洲有合法的居留資格 就更不要談說要搭飛機 會瑞士我讀書的地方 根本就連飛機都不可能給你上 我該怎麼樣在我後面的旅行中 確保我的跨國巴士也不會被安檢 有沒有辦法順利從匈牙利進入奧地利 再從奧地利進入德國去完成我的旅行 如果我沒有辦法合理的證明我自己 我會被請下巴士 可能會被帶往當地的領事館 那這樣我就更自己一個人了 我連團都沒有了 我早上就趕緊請導遊說 可不可以帶我前往匈牙利 因為第一警察大部分都不會說英文 只能讀運氣 我們光是請飯店幫我們聯繫說 有哪一個警察局是比較有可能去的 就又花了一個多小時 就又花了一個多小時 有人講英文嗎? 是嗎? 這是你第一次來 去到某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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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某 你好 你好 是英文嗎? 有一點點 她是從台灣 對嗎? 我是運輸的主任 我們有運輸的 對 昨天她的帳戶被拆了 她是一位學生的 她有她的帳戶 我取得了一張非常不正式的報告文件 上面寫了我被偷的訊息 當天晚上我又查了很多資料 發現還是完全不夠效力 可以讓我搭上我之前一定買好的飛機票回家 事發後的再隔一天第二天 我又再和導遊說 我可能需要申請一次性的臨時簽證 不然我可能沒有辦法搭飛機 導遊就跟我講說 今天是星期日 哪裡都關著 不可能會有進展 等到明天我們從雙瑪利 進入奧地利去薩爾斯堡的時候 才可以去那邊的領事館去做辦理 她要我在明天前往之前 想辦法去找到我居留鎮的任何的翻牌照片 這樣辦理也許會更順利一些 當時就說 好我應該可以找到我的翻牌照片 我就滑了我的手機 把所有的相片都翻過一次 我就想起我以前做過小動畫 裡面的AI檔也許存著我的翻牌照片 我就打電話 請我的室友幫忙 我就說有沒有辦法開我房間的門鎖 然後進入我房間去看我 開我電腦幫我找找看檔案 與此同時當時的行程 進入了整趟旅程最精華的部分 多瑙河遊船 和我比較好的團友都告訴我說 你現在好好享受 你不要再想那些了 我自己也真的很想要認真的去享受 船上的佳肴 匈牙利布達佩斯的多瑙河遊船 可以說是東歐經典最美麗之一 但是才開船沒多久 我才吃了幾口前菜 馬上接到室友的來電 電話中告知說 今天是星期日 開鎖需要付費150瑞士法郎 大約台幣4650元 對我一個剛掉錢的人來講 是一個很誇張的天文數字 鎖降還表示說今天是星期日 工資兩倍 除了開鎖之外 我還必須要再額外負擔 100瑞士法郎的費用 總共就是250瑞士法郎 大約台幣7750元去開一個鎖 當時錢包掉了 我恐怕又不能搭飛機 然後刹那之間我還要再為這個鎖 負擔7750元 我又崩潰了 然後我就哭著對電話短口說 讓我想一想就是真的太貴了 那可不可以不要了這樣子 我就負擔不起 我就一直說對不起對不起這樣子 我可能不行 室友跟我講說鎖降已經來了 就算他什麼都不做 我還是要必須負擔100瑞郎 請他來的費用大概是3100台幣 並且他們就跟我講說 你要趕快現在就決定說 你到底是要看還是不看 因為每過一分鐘就要多收10元 瑞士法郎大約310台幣 所以就是因為今天是星期日 我身邊的團友 在聽到我講電話的人都驚呼說 你這個物價真是貴得太離譜了 他要我拒絕說不要去開那個鎖 100元付就付了這樣 他們就跟我講說這個瑞士實在太沒有人性了 你一定有別的方式可以回家 那我起先就跟電話講說OK 那我不要我拒絕 但是在學校的協助下我付了150元 4650元的台幣就打開了這個鎖 可是開鎖並沒有解決任何問題 因為更加不清的是電腦翻遍了全部的檔案 完全找不到任何的翻牌印本 包含檔案裡面也找不到 就是等於白白又花了4650元的費用 當時也很後悔說 為什麼我要請我的室友幫我找鎖匠 然後搞得徒勞無功還害所有的人都受氣 就是真的是 隔天星期一丟失錢包後的第三天 我看著團友開心的前往觀光 導遊就帶著我去坐計程車 前往薩爾斯堡的瑞士領事館 當時我滿懷希望的我可以申請到臨時簽證的時候 卻又是一個額號還給我 領事館的人就跟我講說 薩爾斯堡不是奧地利的首都 需要辦理一次性的簽證 你需要到首都維也納才可以辦理 導遊就立刻問我說 你有錢坐車去奧地利嗎 我當時就是有點慌就很驚恐 問說我是要自己搭車去奧地利對嗎 導遊就是淡然的點點頭這樣子 我當時就是完全不抱任何希望 我就說那我不要搭飛機了 我再買一張火車票我搭火車去吧 在歐洲搭火車如果要跨國的話 其實是很少查驗整件的 大部分都是看你有沒有車票而已 在領事館導遊還有學校校方行政的 等等的勸阻下面 我還是決定要冒這個風險去搭火車 對於當時受到驚嚇我真的沒有這個勇氣 團上有位租在美國New Jersey的中國人叫Lillian 她會說普通話她願意先借我錢 我爸爸媽媽就用轉帳的方式把錢給她 讓我可以暫時先不必再憂愁錢財的問題 只要能回到瑞士什麼都好 團的旅程還在繼續 很幸運的是巴士過境的時候都沒有被安檢 而最後一天在慕尼黑火車站 我放棄了下午本來買好的機票 我在早上的時候重新又買了一張火車票 很幸運的事情是德國就在瑞士隔壁 坐火車不過就是人一下的事情而已 我準備要搭8個小時的火車回家 回家一詞說得很輕鬆 如果在過境的時候我會查到我沒有居留證沒有簽證 我會被請下火車 一火車停留的地方被送往奧地利的維也納 或是被送往德國的柏林 就會回到剛剛說的去辦理一次性簽證 再讓我回瑞士 這就是我搭乘火車的唯一一個小風險 與此同時我告訴我的父母 告訴我的朋友告訴我的男友說 如果我搭一搭我突然失聯了 就表示我進入瑞士了 我的歐洲網路卡因為瑞士並非歐盟國的關係 所以不支援網路了 而我的瑞士的網路信卡 卻又因為放在錢包裡面就是一起丟失了 這麼遠的路程再加上歐洲的治安 我實在是再也不敢相信了 並不像台灣一樣睡覺起床就到站了 大家都告訴我說你不要睡著 你千萬不要睡著 所以一路上我和我的媽媽男友朋友就輪流聊天 由他們來幫助我舒緩情緒放鬆心情 在進入瑞士之前 只要火車上有炒票 我沒經過都是非常膽戰心驚而且很不安的 但是幸運好像終於慢慢降臨在我身上一樣 雖然火車本來查驗身份的機率就比較低 但是總之我很幸運的躲過了安檢這個環節 在進入瑞士的時候 非常怪異的事情發生了 我的歐洲網路卡不斷沒有斷掉我的網路 而且還異常的穩定 好像是他沒有偵測到我進入瑞士般一樣 就一路讓我用網路用下去 那一下火車我就感動的衝去補半我的瑞士火車半價卡 趕快買好我要回到宿舍的火車票 這時候網路居然還能使用 我彷彿感覺到上天在照顧我一樣 火車朝宿舍的方向一路前進 天色漸漸暗了 我和我媽媽就是一路通話通到我宿舍門口 我一瞬間的辛勞感覺就都要結束 我轉開鑰匙 推開宿舍門 我就止不住大哭 以上就是這一次洛洛等的分享 我其實好像還沒有準備好要說這個故事 在打這個影片稿的時候 我居然還會打到哭 連到現在回到台灣我背包包的時候 我都還是會有一點不自覺的往前背 現在甚至還會時不時的做噩夢 就是夢到我又被偷了 然後又要搞這一連串的事情 那剛剛呈現的這張照片呢 是這件事情事發之後 有一次我在瑞士經驗搭火車 後來就有一個小孩在車廂裡面跑來跑去 然後她的媽媽在同一個車廂 但卻沒有制止這個小孩 這個小孩就忽然間跑到我旁邊 要抓走我的包包 我就又被嚇壞了 這也是為什麼我發了很多影片 都一而再再而三的提到歐洲治安的問題 我覺得也許是上天想要安排我 考驗我才會出給我這樣的難題 在歐洲生活拍拍照很快樂 看起來光鮮亮麗令人下線 但是並不是很容易去解決很多事情 小心謹慎的人並不會有我今天 我請大家把我當成借金 我也請大家不要有我這一天 與此同時我非常感恩我發生的所有事情 我感覺我好像在那幾天終於學會 什麼叫做感恩什麼叫做媳婦 知道怎麼樣才叫做堅強 知道什麼叫真正的振作 什麼叫做在黑暗中尋找亮光 要怎麼樣在不能說中文 英文還不太通的環境裡找到新的路 怎麼自己邊哭邊跪著也要處理事情 那因為這個結局是平安順利的 所以儘管如此不幸也這麼痛苦 走了那麼多彎曲或是委屈的路 我並不後悔 我並不後悔在我本該無憂的生日裡面 走了這樣讓我極其惶恐又傷心的路 因為我知道我得到了經驗、勇氣和愛 遠比我損失的金錢、掉下了淚水 還要無價更多 那我真的非常謝謝在當時給予我加油打氣的任何人 謝謝你們在我的絕望中成為我的勇氣 我真的真的很感恩 謝謝你們願意當一個溫暖的人 好了很長很長的一段故事 希望你們喜歡今天的分享 不好意思今天的影片我可能會一直偷偷的去看 因為故事實在太長了 好那希望你們喜歡今天的分享 那我們就下次見囉 掰掰 謝謝你們 我覺得很sweet 我就從頭錄到尾 呵呵呵 我以後討厭你的手我就可以拿出來聽 呵呵呵呵 然後我就會覺得27世紀很不錯嘛 ymor 感谢观看